最后我们把压力跟疾病的文艺选天给它完成吧 它一开始就出现Yed Yed就跟However差不多 蓝额 那么用了蓝额就表示说 前面那一段的内容跟这一段的内容是相反的 前面讲的是压力 你看造成那么多的伤害影响 还正是死亡的这些威胁 但是呢 好了 现在转过来的另外一个内容了 While 虽然这个while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当什么时候 但是这个地方要翻虽然 这是连接词 虽然stress may damage our health 虽然压力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健康 这个在前面那一段就已经讲过了 但是呢 虽然 但是 it is sometimes it是指压力 压力有时候是必须的 是必要的 你没有 你如果没有压力 你就不会想办法去解决 你就不会进步 所以有时候压力是必须的 那加强一下 因为这边是形容词 这边也是形容词 所以这个程度上这是需要 啊这个呢 是被需求的 还令人期待有压力 因为压力会带来进步 带来成长 所以这是程度上提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一个 哪里 选这个副词了 even 甚至 even desirable 有时候压力是必要的 甚至呢 有人还会期待 令人期待 有压力的出现 这样才能够发挥他的长才 加剧 exciting or challenging event exciting是很刺激的 或者是很挑战的 event是重大的事情 我们讲重大的事情 常常会用event 这是我们的主词 那动词在哪里 我们看动词在哪里 好 哦那么多 这个 动词在很后面 因为它有三个名词在对称 你看 a 第一个 the birth of a child 生小孩子 有没有压力 有啊 挑战性很高啊 还有第二个 completion of a major project at work 在工作上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计划的完成 有没有压力 有啊 这个计划很重要 要现实之内完成 有压力 或者给三个 or 或者是 你 搬到一个新的都市 搬到新的地方了 搬新家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三个 其中 任何一个 家具动词就在这边 都会产生 好了 这就是我们句子的动词 那主词在这里 动词跑那么远 所以这个中间的部分 一定是补充的一个 介细词片语啦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文章的结构分析 多么重要了 那居然 它是介细词片语 用三件事情 所以呢 用举例的 鲁 这种很刺激的 有挑战的重大事件 鲁 鲁什么 当然就是用like啦 像 像什么 鲁什么 像生小孩子啦 或者是 一个工作上 一个主要计划的完成 或者是 搬到新的都市里面去 任何一件 这个 这些事情呢 都会产生 什么 marchist choice 很大的压力 二四 哦 我们看了二四了 看了二四 应该就知道 第十个答案 应该就是二四了 为什么 二四 二四 常常是形成一个 对称的写法 所以第十个 我们要选的是 二四 他说会产生 一样 多的一个压力 跟什么 一样多的压力呀 跟tragedy 或者是 disaster 跟悲剧 或者是灾难 一样多的压力 一样多 所以 asmuchist choice 二四 那这个 地方 二四 后面用了 倒装的结构 好 用了倒装结构 那这个 dis dis 是 代替 动作 动词 代替什么 哎 代替这个 generate 产生 所以 所以 这三个 任何一个 事情 都会 产生 一样大 一样多的 一个压力 跟什么 跟悲剧 还有 灾难 都会产生 一样多的压力 us 和什么 一样多吗 us muchus 和什么 一样多的压力 好 这个 记住 这是代替 generate 的产生 再来 最后 结论了 and 并且 without the choice 如果没有压力 的话 这是 解析词 天语 如果没有压力 的话 life 人生 would be dual 生活 人生 would be 将会是 dual 是很 枯燥 很乏味 的 would be 这是 一种猜测 作者 的一种 假设 你看 如果没有压力 人生 多无聊 多乏味 对不对 嘿 好了 这是 压力 跟疾病的 所有的分析 跟讲解 看起来 很简单 其实不太容易做哦